1892年 张玉创立 开启了中国产业化酿造葡萄酒的序幕 2006年 张玉来到宁夏贺兰山东路 在这个中国最具潜力葡萄酒产区 开启了龙玉探索的第一步 为挑选出最好的葡萄园地块 张玉人花了整整17年 几乎试变整个产区 才反向选出25个小地块 成为酒庄的专属基地 最具代表性的是干橙子小产区 在开花季的6到8级大风下 仅有15%的葡萄花能做过成功 这样生长出的葡萄 果碎松散 果粒小 果皮厚 风味物质更加浓缩丰富 为让葡萄粒粒饱满 均匀成熟 龙玉全面改良 清洁水平龙杆种植架型 并将葡萄结果袋限定在光热条件最佳的20厘米上下区域 采收时 先腾上初选 再手工串选 最后进光学力选机360度抓拍 粒粒真选 确保每一粒入罐的都是100分葡萄 不同地块 不同批次收获的葡萄 采用不同的酿造工艺 在100多个发酵罐中精细发酵 为激发葡萄更多香气 优选国内外优良的酵母菌株 分三段温区阶梯式发酵 不同风格的圆酒 再进入不同产区 不同纹理 不同烘烤程度的30多种高端橡木桶 仅24个月陈酿熟成 每年不同时期 邀请全球20多位资深酿酒大师 分别按照自己的偏好 调配酒的骨架 筋肉 香气 平衡度与完整性 对上百种调配好的酒样 还需经过多轮盲品评选 得分最高的 才能冠以 荣誉二字 冠状后 分级别 再进行6至12个月不等的评处 由此严苛标准 复杂工艺酿成的 龙玉葡萄酒 酒体特别饱满 格局特别宏大 从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最佳葡萄酒 葡萄酒圣经 世界葡萄酒地图 专门收录的中国酒壮 当曼德斯维尼 世界葡萄酒大赛 中国最杰出葡萄酒 威南门杂志 世界100瓶 顶级葡萄酒 再到伊奈斯杂志 世界顶级葡萄酒 胡润百富 高净值人群最亲爱的 中国高端葡萄酒 荣获全球130多项大将的龙玉 以畅销美 英 法 德等五十国 登陆众多米其林 黑珍珠高端餐厅 越来越成为 全球红酒新表杆 品过世界 更爱中国 古红龙玉